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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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的怜悯和慈爱 他依然不放弃以色列人 仍然施恩帮助他们 第一段落20章1到11节 以色列人如同一人的合一 重新处理眼前的问题 继续上一章的经文 他们收到了从那里为人寄来的尸体部位 看见以色列中竟然有此凶莹丑恶之事 就激发了他们的愤怒 据说那个年代 发送牲畜死尸的部位 给各地区是一个号召征战的信号 如今 利维人以他死了的妾的尸体部位 为求救的信号 这里记载 以色列人聚集的回应 有三方面的如同一人 第一 众人都出来 并聚集如同一人 要查明真相 以色列从旦到别士巴 以及驻激烈地的众人 都从自己的地方出来 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民的首领 就是各支派的军长 都站在神百姓会中 其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 如此的聚集 遍阳明人听见了 但是他们没有一同上来聚集 在那里 那利维人陈述此 凶莹丑恶之事的来龙去脉 指控说 吉比亚人也捡起来 围了我住的房子 想要杀我 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 但他并没有提及自己 为了自保 亲手把妾拉出去推到门外 任由恶妃整夜召他 而自己在屋子里指尸之外 他选择性的存述 遮盖了自己的罪恶 第二 众人都起来如同一人 预备征战 他们照所制的签去攻击他们 并安排个支派中十分之一的人 预备征战期间所需的粮食 第三 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 聚集攻击纳城 这里如同一人的合一 是史诗时代难得一见的合一 当人有危机意识 就开始采取行动 回顾17章的记载 米家在家里设立神堂雕刻偶像 私自制造以佛德并设立祭司 以及18章的记载 但支派为自己设立米家所雕刻的偶像和祭司 这些事 百姓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没有聚集合一地去拆除偶像 然而到了19章 发生了此凶莹丑恶的事 他们才被激怒 他们无法接受基比亚人的淫乱和残暴 却不在乎百姓拜偶像的属灵淫乱 从某个角度而言 他们对神的事已经漠不关心 但至少他们不是铁石心肠 还有一点良心可言 还是有一丝丝的正义感 第二段落 与变亚明谈判 20章12到17节 他们打发人去变亚明质问他们 并要他们把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 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 变亚明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的话 并且从他们的个城出来聚集 在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 团结也是好的 但是变亚明此团结一点都不好 因为他们是为了袒护恶人 蒙蔽了是非对错的认知 也蒙蔽了正义之心 而且他们眼光狭窄 只顾着自己的小圈圈 看中自己支派的小群体 过于全以色列国整体的合一 我们反思问问自己 是不是也如此不顾是非对错 不分青红照白的偏袒自己人呢 不但不认错 反而还为了包庇自己人而攻击对方呢 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圈 忽略了整体的合一 既然他们与变亚明的谈判无效 只好战场上解决问题 这是一场以色列的内战 值得一提的是 双方军队人数差距非常的大 以色列人有40万人 而变亚明人只有26700 假看之下会觉得以色列人必胜无疑 以色列人拿刀的40万人 这里称他们为战士 men of war 而变亚明军队人数虽少 但善于打仗 拿刀的有26000 还有基比亚人的700精兵 chosen men 如被拣选出来的特种兵 其中还包括了700左撇子的精兵 他们能用鸡选甩石打人 好法不差 如此大的差距 一个有人数优势 一个有实力优势 谁能赢呢 哪一个更重要呢 人多还是力大 这一章记载的战衣 我们将看见 不在乎人多也不在乎力大 征战得胜的关键 从始至终都不在乎人 而在乎神 诗篇33篇16到18节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靠马得救是枉然的 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为他的人 和仰望他此爱的人 大威与哥利亚对峙的时候也说 因为争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第三段落20章18到47节 以色列人争战失败中学习依靠神 第一场赞议18到21节 以色列人出战之前到伯特利去寻求神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变亚敏人争战呢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当初约书亚死后 百姓求问神 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 神也同样说 犹大当先上去 既然神已经给化了 他们早晨起来就在基比亚前摆阵 与变亚敏打仗 岂知他们竟然被人数比他们少的变亚敏打败了 怎么可能呢 真是不可示意呀 首先神不是给化了吗 不是说犹大先上去吗 怎么会败呢 其次 变亚敏人26700人的军队 竟然杀了40万以色列人中的22000人 第二场战役22到25节 以色列人不放弃 他们彼此鼓励 彼此奋勇 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 同样他们再次的来寻求神 第一次他们自信满满的来询问神 谁先上去 这次他们的形态已经转变了 以谦卑的姿态和忧伤的灵 首先在耶和华面前哭泣直到晚上 第二他们谦卑的寻求神说 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变亚敏人打仗 可以不可以 之前他们心意已决 必须去打仗 仗着自己人数多 觉得40万人一定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3万人 这次就不一样了 他们询问神的许可 可以不可以呢 耶和华说 可以上去攻击他们 第二次他们又上前攻击变亚敏人 既然这一次神说可以上去 您会不会再想他们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呢 不 这次他们又失败了 被杀了一万八千人 比第一次少了四千人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不会觉得被神糊弄呢 经历了连续两次的失败就该放弃了 认为这样的神算了吧 还好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以色列人也没有放弃 第三场战役 26到35节 经历了两次的失败 他们的心态完全的改变了 完全的谦卑在神的面前 完全的依靠神 按照神的旨意而行 这次与之前有哪些不同呢 第一 这次来到神面前的 不只是上战场的战士 而是以色列全会中 All the people 第二 不但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 这一次他们还进食直到晚上 之前也许是为自己的失败哭号 但现在他们也为自己的罪恶 痛哭流涕 刻苦己心 进食祷告 第三 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凡祭和平安祭 按照神的教导 为自己的罪献祭 并将自己全然献上 降服于神献上感恩 寻求与神之间的香蕉 以及从神而来的平安 他们的心转向了神 不再定睛于报仇学恨 第四 那时神的约会在那里 亚伦的生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尼哈 势力在约会前 这一次 他们把神的约会和祭司也带了来 因为他们意识到 圣拜不在乎自己的人数多或势力强大 而在乎神的同在 第五 他们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当再出去 与我们弟兄汴牙闽人打仗呢 还是罢兵呢 这次他们不但询问神的许可 更是降服到一个地步 愿意依从神的旨意而罢兵 耶和华说 你们当上去 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其实神不是在糊弄他们 有没有发现前两次的失败 以色列人的心态起了极大的改变 如今他们人对了 再去做对的事 他们必经历神的帮助 这一次的得胜 毫无质疑 全是因为神 经历了前两次的失败 主意证明 他们无法倚靠自己的军事强大来争战 这一次 他们在基比亚的思维 设下伏兵 好让前线打仗的以色列人 假装逃跑 引诱变亚敏人离城 伏兵就趁机而入 闯入基比亚 用刀杀死了全城的人 并在城内放火 以烟气上腾为号 前后夹攻 34节 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万精兵 来到基比亚前接战 适派盛事凶猛 别亚敏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 他们以为自己并能够像前两次一样 轻易地杀脱以色列人 直到他们看见逃跑的以色列人转身过来 又看见背后全城的烟气冲天 他们才警觉甚惊慌 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 如今局势已变 因为以色列人不再依靠自己 这次他们是全然依靠耶和华 带着谦卑依靠神的心智来争赞 35节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变亚敏人 一是变亚敏人知道自己败了 他们就转身往旷野逃跑 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 在基比亚的时候 也就是变亚敏人歇脚之处 以色列人轻易地践踏了他们 杀了一万八千勇士 在变亚敏人逃往旷野的路上 以色列人如是取脉碎一样 杀了他们五千人 并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二千人 只剩下六百人转身向旷野逃跑 到了临门盘就在那里住了四个月 第三场战役 以色列人死的人数大量减少 从第一次的二万二千到一万八千 再到现在三十人 这次他们以靠神杀了变亚敏的二万五千人 都是拿到的勇士 最后二十章四十八节 以色列人战胜之后的残酷无情 其实如果停留在四十七节 这就是一个依靠神 征战得胜的圆满结局 但是以色列人打败敌军之后 没有收手 以色列人又转到变亚敏地 将各城的人和牲畜 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 又放火烧了一切城市 全城的人包括所有的富人 孩子男女老少全都杀尽 如此冷血无情的残酷 竟然发生在神的百姓当中 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啊 以色列人面对罪恶满盈的迦南人 手下留情 却对自己的兄弟变亚敏之派赶尽杀绝 无辜软弱无能的孩子 妇人和老人他们也不放过 如此滥杀无辜的狠毒 与基比亚的匪徒又有何区别呢 心中被仇恨蒙蔽了 犯下了无法挽回的滔天大罪 明天的经文 事实记二十一章 我们将看见后来以色列百姓 为变亚敏人后悔了 因为发现他们鲁莽的举动 导致以色列失去了一个支派 只剩下六百男人的变亚敏之派 一个女人和孩子也没有 无法传宗接待 面对如此的绝境 他们还会寻求什么 还是仍然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 去解决问题呢 答案有待明天揭晓 最后让我们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对百姓的不舍不弃 即便在黑暗混乱的世事时代 你仍然垂听百姓的呼求 你仍然施恩怜悯 帮助百姓 主啊我们感谢你 教导百姓在失败中 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百姓面对自己里面 真实的光景 四列心肠的认罪悔改 并谦卑地来寻求你 依靠你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也能够在面对失败的时候 不放弃 每次的失败 都立刻来到你的面前 在失败中 我们学习你的法则 来寻求你的心意 好让我们全然降服于你 将自己全然地献给你 并依靠你 在哪里跌倒 就在那里站起来 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 在我们经历得胜的时候 不要忘了你 也不要鲁莽行事 更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以至于忘了善待身边的人 主啊我们相信 在这黑暗的时代 我们可以靠着主 兴起发光 做炎做光 为主做见证 活出基督的爱 和属天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与猫